敬禮的索贏 然後去上場 不管輸贏就是 我很享受在這個過程 訓練上面去想這個平常性 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渴望的心情是要有的 東京奧運一戰全名領著銀台光環 柔道男賢 楊勇偉 巴黎目標 是擦身而過的奧運景台 因為現階段差不多那種 奧運排名的那些選手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知道 是哪幾位選手名 其實我也很感謝 這麼多比賽 應該說這前面兩三戰 其實真的都 剛好都是遇到那些沒有遇過的選手 就是一場一場比 然後去盡量的能跟到很多不同的選手率 現在就剛剛好 就都是這些有對戰過的 那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就會是一個 在做功課上面 就會有很好的一個方向 有期待就有壓力 但楊勇偉累積多場比賽經驗 轉化成靈機應變的能力 化解巨大壓力 日本一地訓練 更是打了一技強心針 日本體育大學的老師 就是在看我在整個練習的狀態裡面 就給我很多建議 包括說這次試騎賽結束之後 本來確實是心情真的是有點沮喪 因為確實很想贏 但是就是覺得很可惜 不過就是有調整好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又回到日本去一地訓練的時候 就慢慢的又找回 就是那個摔柔道的那種初心 承襲排完足鞋筒 深邃的輪廓五官 一雙濃眉大眼散發陽光男孩的魅力 眼見的粉絲也發現 勇尾的耳朵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外觀嚴重變形 這就稱作柔道耳 長期訓練耳朵跟地墊 以及對手的衣服用力摩擦 軟組織反覆受傷 導致耳朵內部纖維化變形 苦工練就所謂的柔道耳 有如海報上的金句 欲戴皇冠必成其中 我們還有柔道女王 對啊 在你學習 對啊 所以應該她可以 我也可以吧 你們不是說想約奧運 亞星台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句話 從 亞運完就飾演 對 亞運完的時候 我們就約定 就是奧運要在 他的平址 楊勇偉跟連真林 年紀相差將近十歲 不過都是柔道好手 楊勇偉一有機會 就前往日本精進訓練 連真林則是旅日超過十年 兩人透過比賽逐漸熟識 但在東奧 境遇截然不同 楊勇偉首度參賽摘下銀牌 滿懷壯志的連真林 首戰敗北 雙方有了奧運之約 金牌成為共同目標 比賽的輸贏 我們想 當然我們希望最好的一個結果 就是每一場都贏 那每一場都贏 那我們會給選手的狀態是 他在每一場都是專注在每一場的比賽上 不是在看這個最後的成績 這樣的話其實包括教練跟選手的壓力會很大 奪金是方向 但也得用平常心才能在場上穩定發揮 庞州亞運曾寫下雙金歷史 楊勇偉跟連真林在供奧運金牌 是岩漿體壇至高榮耀 刻在台灣柔道史冊